左派會無所不用其極的 就算承認自己是個壞人 承認自己是種族歧視 承認自己破壞宗教自由 只要能達到目的就都是可行的 這篇報導是來自於 Washington Examiner 在講這篇報導之前 我們先來講這篇報導的由來 紐約跟加州一直都想要全面的進槍 其中一個就是希望 只要在外帶槍的人 警察就可以合法的把你抓起來 但是基於憲法 他們又必須要讓人擁有槍支 而且持有槍支 所以就有了所謂的持槍證這個東西 持槍證就可以來控制 誰在公共場合可以持槍 但是紐約跟加州這個樣子的地方 如果你要取得持槍證的話 就必須要經過一個環節 就是保護自己或是自我防衛 不能成為你持槍的理由 你要證明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工作 是需要持有槍支的 但是這個規定下面卻沒有任何的一個解釋 一切都是由州的檢察官 以及地方的警察局來決定的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非常主觀的看法 他覺得你需要槍支就給你 他覺得你不需要槍支就不給你 那絕大多數就是覺得沒有人需要槍支 人民沒辦法證明自己需要持槍 這個說法被最高法院駁回 最高法院說 法律不可以在一個灰色地帶遊走 基於憲法持有武器保護自己是神賦予的權利 如果政府要要求人民一定要有持槍證 那現在紐約為了要禁止槍支 禁止人民保護自己 來讓根本不遵守任何法律的犯罪 可以肆無忌憚地來搶劫無辜的人 找來了一個新的方式 就是你要證明你是一個 good moral character 良好公民 台灣有一個什麼叫良民政的概念吧 你才可以持槍 就是你要把你的Facebook Twitter 人生歷史全部都交給他們看 讓他們決定你有沒有權利來保護自己 而且給出歷史跟習俗的觀點 聽清楚囉 I cannot make this up, OK? 紐約州使用的歷史是 英國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就有規定 天主教的人是不能持槍的 因為天主教很有可能是恐怖分子 可能是威脅王權 這就是我們禁槍的其中理由之一 不只是這個樣子 他的理由還說 從美洲大陸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就開始 殖民地的人不會讓美國原住民的部落持有槍支 當時也有通過法律 禁止原住民購買以及持有武器 直到十九世紀初期 都還有禁止黑奴持有槍支的法律存在 所以我們紐約州在美國的歷史以及傳統上 在確立良民的基礎上 讓人民擁有槍支是合法而且合理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政府看我們的方式 這個就是他們為什麼他們認為要奪取我們的槍支 跟保護我們自己的能力 因為我們是沒有任何教育的 我們是沒有任何文化的原住民 或者是黑奴對他們來說 這些人都是被政府禁止擁有槍支過的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拿這樣子的歷史 充滿種族歧視 文化歧視 宗教歧視的方式 來禁止你擁有槍支 而且說這個就是我們美國的文化 這個就是我們的歷史 這些就是最高法院要求的歷史以及傳統的根據 很多人會覺得說怎麼會有人這麼傻 你們民主黨不是反種族歧視 反成這個樣子BOM打砸搶都不管了 你們怎麼會用這麼愚蠢的方式跟理由 來試圖合法化奪取公民的持槍權 因為他們不在乎 而且他們覺得我們很好騙 他們覺得他們已經強大到 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連這麼爛 這麼邪惡的理由 都可以用來奪取你的權利 這個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卻還是有非常多的人願意服從他們 順服他們 認為政府是在乎我們的 政府是在保護我們 政府不會害我們 待會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